這個節目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訂閱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奧武 今天這部影片可能就是拍個 我想你們應該要看一下這個特殊副本活動要怎麼打吧 就是傑達的那一個 所以就順便拍一下吧,傑達的副本 首先我們看一下人物吧 人物的話呢,我帶的是 射治 然後 右利 芬尼爾跟 矮伊靈 那我們炮盔的話是用 蓋塔斯啊,因為傑達他會擊死嘛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帶 蓋塔斯出去打,反正也很夠力 那傑達他本身是攻擊型的喔 所以我這邊是帶 武器我們帶的是一爆一落 然後雙生命 然後再來就是三顆基本的寶石啦 然後我們的戒指的話 這一顆是帶季度啦 阿葛尼也剩一顆加季度 那剩下的話呢,五魂我是有開 突破我有開對攻擊型啦 五魂是對萬能型 不過你也可以改成攻擊型之類的 如果你有點的話 那基本上只要輸出就可以了啦 可能也不需要太大的一些什麼技巧性 很快就結束,三招放完就結束了 然後 然後馬寵物是雙子寵 雙子寵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吧 沒有的話那大家就看一下吧 那記得 全部都開左邊,這樣就可以了 攻擊技能應該是不需要講的啦 因為針對新手來講的話 有沒有攻擊技能好像也沒差 反正只要能過關就好了 畢竟這副本也沒有想像中這麼難打 一切就是三招解決,就這麼簡單 好的,那我們就直接開打囉 好,我們就是放狐狸的魂火狼人的上招 然後再配甘莉塔斯的下招 應該這樣就可以結束了 那有些人會問說 那前面這幾個人的身上裝備要怎麼帶 那他們都是工具人 穿好穿滿就可以了 就算你穿不好穿不滿 應該也不會死啦 這個關卡喔 就是比較麻煩的 可能會是在即時的部分啦 所以呢,即時而抗性 我們有甘莉塔斯,12回合 我們也即時,應該是不用擔心啦 帶甘莉塔斯出去 你也省了泡位的困擾 反正甘莉塔斯打得很痛 我們就直接打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看放招 玩結果如何囉 接下來是甘莉塔斯出招 這一招應該夠痛了吧 細數那麼高 好,打下去如果不痛 我也覺得很懷疑啊 好,600萬 結束 這個副本就這樣 三招解決 我是沒有嘗試過狼人上招 是不是可以不用開 那個秒數可以再更短一點啊 可是呢,我覺得這樣子打下去的話 對面一定是會死啊 所以我建議這樣子打會比較好 那麼影片差不多就是這樣子介紹而已了 那來到結尾 那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還是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講 看有什麼問題我再幫你們排解一下 那影片拍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囉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隨時來問我吧 好的,我是阿武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